好,大家好,來到我反轉課堂的建網和互聯網第三講 我們之前就講了什麼叫網絡 亦都講了一些網絡上面的功能 我們今天主要去探討 當我們真的要接播一個電腦網絡的時候 所需要的設備 當然所需要的設備很多 我們今天集中講了網絡介面卡 網絡連接設備和調製解調器 是這件事的 好了 網絡介面卡 網絡介面卡其實是一種很重要的 只要你的電腦 接駁到網絡 你就必須要有這張網絡介面卡 而我途中這一個就是普通我們用的桌面電腦的 一個網絡介面卡 但你問,阿Sir,為什麼我的電腦可以用WiFi接駁到的 那是不是WiFi就不用網絡介面卡 不是的 記住所有網絡,無論有線還是無線 都必須要有網絡介面卡 OK 只不過是你手提電腦或者平板電腦那些的網絡介面卡 就變成一個晶片 所以我們也不用一個 我們這個physical 要有個實體上面的插頭位 所以就相對沒有那麼大張 可以放在電話上 我們現在比較有名的高通 基本上就賺很多錢了 因為所有的手提電話或者所有的 一些我們要放在網絡的設備 都可能要找去找晶片 而每張網絡介面卡裡面都會有一個唯一的編碼 我們叫MAC Address 記住,MAC是一定要全部大街的 OK 或者我們叫媒介接踏控制的位置 有些書會譯作地址 不用位置 我們本書就集中於用位置這個字 所以你會見到有些可能是 媒介接踏控制的地址 OK 好了 當中裡面 其實是以前只有內置 就是你見不到的 但慢慢現在譬如說你的notebook那麼細部 又不能插這些頭 我們都會有外置 但是一般我們見到的 接觸到的應該都是來置的 但是有外置的 OK 當然 亦都可以 有有線和無線 剛才再提一次 重要的事情提三次 這次第二次 記住 無論有線或者無線網絡 都需要用網絡介面卡 OK 另外我們有些不同的連接器 什麼叫連接器呢 其實我們英文就叫port位 就是這些port 我們一般來說會有兩隻 一隻叫bnc bnc 你們應該不用了 譬如i cable那些 甚至乎即使是 你用i cable也好 有線寬頻也好 其實我用了bmc 插進去的機器之後 我都會出一個RJ45頭 什麼叫RJ45頭呢 就是你們平時用開 我們叫LAND線的頭 好像電話線一樣 大塊一點 你記住了 RJ-45 就是我們平時用的 你家已經用了 就是LAND線 裏面的頭 我們叫連接器 一般來說現在這個都會擁有了 如果不是RJ45就無線了 現在暫時未有光纖直接插進你的電腦 即是未流行 其實就有這些器材但未流行 所以你只要記住RJ45 和無線的接駁 然後你見到其實 電腦和電腦之間怎樣接駁在一起呢 以前是真的 是的 我電腦裏面就插條線 接駁到另一部電腦裏 但如果我們想要接駁一個LAN的話 可能有幾十部機 或者幾部機都好 那就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就需要一些 網絡的連接設備 譬如說 交換器 雜線器 橋接器 和路由器 轉發器的功能有一點點不同 我稍後都會說 但是在大仔上面你要知道有這五樣東西 我分了類別 OK 轉發器最簡單 轉發器其實做的功能就是 我們其實在透過 那條LAN線傳送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訊號是會減弱的 可能側邊有些干料等等 所以正常來說是100米左右 如果我用LAN線的話 正常是100米左右而已 過了100米 其實那個訊號差不多收不到 但是其實五六十米 你的訊號已經弱了 所以如果我真的要轉去一些比較遠的地方 亦都不想那個訊號弱 我們就會用轉發器 轉發器的功能就是 可以加強網絡訊號 移除了一些干擾訊號 但是你家用很少用這些東西 就是轉發器 當然 你如果用無線 無線就多一點 就是無線就多一點用這些東西 可能你的WiFi在你的廳上 你的房間不太能收到 那你可能在你的房間和廳之間 就會按一個轉發器 令到 amplify 即放大了WiFi的訊號 轉發器 好 接著就有一個 交換器和雜線器 其實兩樣東西都做同一個工作而已 就是把電腦放在一起 就好像這樣 就是這些 這些位置 把電腦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好了 但是其實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為什麼還要分兩樣東西呢 應付傳送的流量 雜線器比較差 加換器比較強 數據安全 雜線器比較低 加換器比較高 起碼你有這個概念 原來有這樣的差異 但是坦白說 早幾年都還有雜線器 因為現在的價錢太低了 交換器 所以理論上 雜線器已經不再存在 即沒有人會買雜線器 一買就買交換器 因為那個交換器的 價錢太低了 而它的功能就太好了 你記住我曾經說過 在電腦世界裡面 如果有一件事是絕對好的話 另外那些就會淘汰了 這個就是另一個例子 交換器 因為現在的價錢 相對的不是太貴 而功能就好很多 所以我們就 雜線器就沒有了 OK 但是考試來說 通常如果 譬如設計圖在用雜線器 它就會問你 有什麼另一個硬件可以取替的 有什麼交換器 反過來如果這個是交換器的話 它就會問你 有什麼另一個硬件可以取替的 就是硬件可以取替的 有什麼雜線器 所以你也要知道 但是 為什麼我們的 雜線器和交換器 為什麼有這樣的差異 留待我們在課堂裡面 就會解釋這件事 好了 另一個比較 你看到我都分了群組織 就是橋接器和路由器 剛才的交換器和雜線器 就是把電腦搏在一起 橋接器和路由器 就是把不同的網絡搏在一起 好了 其實你想一下 剛才那個 這個就是lan的用途 在lan那裏用 而這個就是ran那裏用 那它兩者的差異在哪裏呢 就是 當如果我的網絡類型 我搏的東西 的網絡類型 是相同的話 我就會用橋接器 但是如果我有不同的網絡類型 我們就會用路由器去做 所以留意 為什麼我們 網絡是用路由器 而你很少聽到橋接器 路由器就是wilder 橋接器是beach 所以你為什麼 我沒聽過橋接器的 原因就是因為 根本上你沒有什麼機會用到 除了搏去互聯網之外 你有沒有機會用到駁在同一個網絡上面 所以你接觸到的大部分都是路由器的 路由器的 原因就是互聯網你不能夠確認 在互聯網世界裏面的 是用什麼 Lapwork Type的 我們現在沒有學到 以前會學 例如星形 橫形這些 現在就 不是很輕講 所以我都失去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問我 因為我不能夠在互聯網確定到 別人用什麼 所以 所以 我們就會去到用這個 路由器 因為 譬如對方 不理你用什麼 我路由器都會解決 而現在你一般家人用的 家人用的路由器 其實是加上交換器的功能 就是說為什麼你的路由器可以駁幾部 幾部電腦下去 亦都可以一起上網 其實不是路由器的功能 路由器單單就是處理到網絡 和網絡之間的傳送 但是為什麼你家的路由器 又可以做到 交換電腦一起的功能呢 原因就是因為加上交換器的功能 甚至乎 不是吧 我的路由器 直接是可以駁回WiFi的 原因是你的路由器加了 我們叫網絡折疊點的功能 網絡折疊點就是 我們在WiFi之中用的 就是點與點之間 透過無線傳送 我們都有接收位的 就會透過 那個我們叫網絡折疊點 英文叫 AP Access Point Access Point A C C E S S P O I N T Access Point AP 我們俗稱AP 即是說 原來你家的路由器 不是路由器那麼簡單 包括其他功能 所以如果考試問你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把交換器的功能 和AP的功能 去混為一談 和路由器 記住了 是原因 現在你們用的 路由器 已經不是純正的路由器 是加了不同功能上去 好了 跟著我們去到 調製解調器 我們英文就叫Modem 英文就叫Modem 什麼叫調製解調器有什麼用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我們其實 通常 特別是以前 我們的訊號 即是互聯網傳送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都會用電話線 而電話線是一個模擬信號來的 即是波長 我們曾經在第 中四的時候教過 一些波長來的 即是一些Wave 但我們的電腦就是一些數碼訊號來的 所以兩個就溝通不了 電腦很多時候都是處理一些溝通不了的情況 硬件和人溝通不了 所以有軟件在 我們的模擬信號和數碼訊號就完全溝通不了 我們就加一個Modem 調製解調器去做 說明調製和解調是兩個功能 意思就是說 我會把數碼訊號 當我想傳出去給對方的時候 首先會把數碼訊號變成模擬信號 透過電話線傳給對方 對方收到的時候 會把模擬信號透過Modem 變成一個數碼訊號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做法 當然 在我們電話線上 寬頻上面也會有的 譬如說我們有一些叫電纜的調製解調器 又或者一些叫數碼用戶線的調製解調器 功能都是一樣的 將數碼訊號變成模擬 模擬變成數碼 好了 我們集中現在全部都寬頻世界 我們集中說 當然你問我其實坦白說 這兩個都現在不是很多人用的 不過我都說一說 那就是電纜的調製解調器和數碼用戶有什麼分別呢 你記住了 兩者之間都是一樣的 功能一樣 但是問題多了一個是什麼呢 我們電腦接駁的時候 接駁是 好像電視那條天線 那條天線 而數碼用戶就是一個電話線 網速上面如果你用電纜的話 就20Mbps 但是這個20Mbps是共享的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整座大廈只有一個人用的 那你就說正啦 共享了20Mbps 但是如果你整座大廈有 20個人用的 就只有1Mbps 那如果再誇張一點 只有2000個人用的 還更加少 那這個就是共享的 但是數碼用戶線就是 8Mbps 獨佔的 你一定是用8Mbps 無論你這個大廈有2億個人用也好 沒有2億這麼誇張 除了200個人要20個人也好 其實你都是用8Mbps的 模擬上邊的穩定性 因為上邊是共享 所以其實是低的 可能經常都會變 有時快有時慢 但是數碼用戶線是高的 而上下載速度呢 其實是相差無幾的 其實 幾相似的 這個電纜 但是用戶線就是 上載那個就去到8Mbps 雖然下載去到8Mbps 但是上載就去不到8Mbps 可能上載只有1Mbps 2Mbps 這個就是那個的差異位 那視乎是 原來你的大廈沒有人用的 沒有人用電纜的 那你就用電纜好一點 不是的 如果你等大廈有人用的 很多人用電纜的 那你就用數碼用戶線 不過 現在 都開始不再是用這兩款了 OK 或者這麼說 在你們的角度來說 你應該不會再知道這兩款了 那你會覺得奇怪的 其實電纜不是香港只有iCable 就是有線電視而已 其實為什麼 會 有人用的 我想告訴你 因為不只是香港有 寬頻的 外國其實很多時候 有很多收費電視台 我們叫做Cable TV 其實這個電纜 Cable TV不是開香港的iCable 例如美國 很多收費電視 是一些我們叫做Cable TV 那麼 我們說 拉一條 因為當時我們很多人都拉了一條線 去駁電視 看電視 那些人就想 如果都拉了一條線 看到電視 不如用一條電線 來 整理寬頻 一石二鳥 所以 在我們香港來說是奇怪的 未必有很多人看iCable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用數碼用戶 但外國反而的考慮點多一點 第一件事 外國點與點之間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戶的 可能說我 方圓十里都沒有人的 所以 共享的網速不是很介意的 另外就是 本來我都 代表了iCable 反而數碼用戶線 未必拉電線過來我 所以我們的情況 外國 我們叫做Cable Modem 是相對地流行的 但香港就不是那麼流行 好 今天主要講了幾樣東西 網絡界面卡 特別要記住 還要講三次 這次是第三次 網絡界面卡 無論有線網絡還是無線網絡 都需要有界面卡 接著我們有五類型的裝置 網絡設備 連接的設備 轉發器 自己單一 交換器和雜線器 我們通常比較 路由器和橋接器 我們也是通常比較的 接著又會講到 Modem Modem的功用是什麼 我今天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